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好 我們現在要正式上課了 那麼首先就是要先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那就是請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螢幕 我從網路上找到一些 目前算是保存的 還算很完整的這個王府的這個建築 那這就是鼎鼎大名的公王府 那為什麼要跟你們看這個圖呢 主要是因為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邊我先讓你們看一下 這就叫做門口的石獅子 好 我想這個你們透過想像 應該都八九不離十啦 但是就請你們注意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後面當然就是大門 那我們請大家再多看幾張 像這一張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從正門拍的 但是我為什麼讓你們看這個東西呢 原因是因為上一周有一位同學的問題非常好 我們是不是提到過 親王的王府他的大門是幾間 五間 那麼郡王的王府是不是三間對不對 那我們寧容二府呢都是門口是三間 可是什麼叫三間 那這個我想當然而的以為你們也都知道 所以我就帶過去 那現在要跟你們說明一下 所謂的間 這是一個中國傳統的一個建築的單位 一個空間單位 那怎麼叫做間呢 請注意聽喔 因為將來我們要進入到大觀園的各個 獨棟的那個房舍的時候 也還會再遇到這個專有名詞 所以你們要聽懂喔 所謂的間指的就是呢 一個這個室內的建築物 但是它是在兩個柱子之間 那麼所形成的那個空間就叫一間 所以是柱子跟柱子 所形成的那個空間就叫一間 這樣懂嗎 那所以大門是所謂三間五間呢 請你們看一下這個圖就很明顯 他們的大門不像我們今天這樣就很單層 就一扇門或兩扇門三扇門這樣去組成 不是 它其實有一點像圍形的這個小建築物 只是它下面主要就是門扇 但是請你們看一下呢 以這個圖片來說很明顯它算幾間 柱子跟柱子之間算一間 那它顯然有幾間 這是五間 那它是公王府 所以我讓你們看一下 所謂的五間跟這個三間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子 那下面也一樣啦 你看上面是有琉璃瓦的 所以這也是親王王府的規制 那這個也是五間 請你們看一下這個叫一間 兩間 三間 四間 五間 那每一間可能有好幾個門扇 這個是類 這是他們的一個大致的情況 那這裡當然我覺得建築本身 有的時候它本來就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那像上次我們提到過的金濟水先生都說 事實上在十二座的這個府宅裡面 是不是也有兩間像素親王王府的這個形制 也不是這個跟一般的這個規定一樣的 所以像這個我就不大知道該怎麼解釋 你們看一下也是門口石獅子 可是事實上這個就是 你們看到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就整座就是大門 所以它其實是很宏偉的 有點像牌樓可是又有點像一個微型的建築物 那那麼柱子跟柱子之間叫一間 那以這一個照片來講 這樣算幾間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邊的延伸性不夠 可是看起來好像又是三間對不對 所以這很麻煩 那因為我對建築實在是沒有很專精的研究 那我想我們就是大約有一個概念就好 那這個概念是幫助什麼呢 這個等一下再看 好 那麼幫助什麼呢 就是要跟各位同學說明一下 《紅樓夢》所寫的 真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上層階級 那麼他不信愛心覺羅 也不信曹 知道嗎 所以他有可 當然也不信納蘭 他只是從他所認識到的 那個上流社會裡面各式各樣的特點 然後這個結長撥多 或是根據他的一個藝術創作的需要 重新加以融合 然後才創作出甲斧這樣的所在 所以我們不需要跟現實世界的 任何一個特定的家族來做對號入座 我只是希望透過上次所說的 包括親王府 包括郡王府 包括這個所謂的軍宮 那個清出入關的時候的攻風的情況 甚至所謂的世襲網替的這些觀念 我們其實只是要幫助大家認識到 《紅樓夢》所寫的真的是絕非等閒的一個 對我們一般人來講非常神秘 難以一窺其究竟的一個特殊的階層 因為在金字塔尖 順便告訴你們好了 滿人 也就是奇人 他們怎麼樣看待《紅樓夢》這部著作呢 有一些所影派的學者認為 《紅樓夢》有所謂的反滿的意圖 反滿就是反清復明等等 那事實上這個說法很特別 原因是什麼呢 以這個奇人滿期 尤其是那個皇室 請注意是皇室 他們事實上都很愛看《紅樓夢》這本書 慈禧太后也看過 然後我們透過一些目前各種藝術史 美術史的研究 也都已經很清楚讓我們看到 在紫禁城裡面有一些宮殿 那些宮殿因為要有壁畫 他們雖然凋樑畫洞 不過還有一些壁畫的這個呈現 結果多有趣啊 我忘了是叫建築宮還是什麼宮的 這個對不起我要再查一下 總之它裡面的那個走廊鏡頭 走廊鏡頭就是一面牆壁 本來就是死路對不對 但是它竟然就在那面牆上面 就畫著一幅賈寶玉 好 而且那個賈寶玉很好玩 它好像明明我們在現實空間中 它是已經到了碰壁了 我們是碰壁了 但是那個壁面上畫的賈寶玉是他走在你前面 所以你看到的是背影 但是他卻又微微的回頭看著你好像在召喚你 跟著我再往前走 好 就可以打破這個現實空間的界線 他畫的就是賈寶玉 然後這樣子的有關 《紅龍夢》所取材的那些圖像 大概有好幾幅都是那種壁畫型 都跟真人一樣高那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紅龍夢》就皇室的那個接受心理來說 他們根本認為 這是最能夠呈現我們皇家氣象 能夠呈現我們滿人 那麼最為榮華富貴的那種富麗堂皇的一部書 他們根本認為這就是我們的代言人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所以可想而知 我們現代人如果要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 所看到的那個視野 然後來了解《紅龍夢》的話 那恐怕是會有隔閡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試圖 很努力的要透過這個所謂的傳統 因為他就在傳統當中 你不能夠用一個超越傳統的方式去看他 不然你不能夠真切的理解他 西方的諺語我已經引述過好幾次了 內心諺語說得很好 你要了解一個人你是不是應該把你的腳 放到他的鞋子裡 那他的鞋子在200多年前 你不能說你的鞋 你們的這個腳長得很奇怪 跟我們今天不一樣 然後你就去批評他 或者是去投射你今天所認識的價值 這個是有一點問題的 所以我們現在請大家注意 就是我們一切的評論都來自文本 文本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就要很認真的 很嚴肅的去接受他 這個是我現在要做的一個努力 然後請各位就看到我們的這個講義的第二頁 好 這個第二頁 因為第一頁的部分就是我們上一週所談的內容 那我想有文字給你們 你們對照著看會比較清楚 我們稍微的再回顧一下好不好 就是第一頁 好 那麼有生的同學是不是請還給我 因為我已經講義都不見了 我的助理竟然連一張都沒有留給我 好 來 我們請看一下那個第一頁 那首先我們上一週所提到的就是 請注意紅樓夢所寫的是一個皇族的家庭 這個皇族的家庭有非常高度的自信 甚至是自豪 然後他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 這一部書所描寫的內容 事實上是從來沒有過其他的文學 尤其是小說來加以續寫描繪的 所以賈母在史太君破城府舊套的這一張 他就再三的提到說 這些才子家人的小說之所以不合情理 就是因為他們完全就是那種 窮錯大的富貴想像啦知道嗎 所以他們哪裡知道 我們這種示範讀書家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作為紅樓夢的讀者 你應該要先訓練自己的 可惜這個工作很龐大 老實說也不容易 那麼我們很多的讀者 純粹可能就是只想從紅樓夢裡面 得到一些閱讀的樂趣 甚至在裡面去找到一些思想或價值觀的共鳴 以至於我們其實並不想要真正的客觀的去認識他 所以我想我們下面做的工作就是來補充 我們一般人比較難以跨越的 那個時代跟階級的障礙 所以我們下面分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知厭哉的階級自豪 那麼我們有特別提到過知厭在甚至 創造出了一個什麼樣的術語 來描述我們這些小老百姓們 對於賈府的這個詮釋跟認識呢 是不是叫做裝農進京 就是鄉巴佬然後到那個皇城裡面去 那什麼都覺得很新奇 可是很多的判斷都是錯的 因為加了很多自己的想像 那就這點來講 來 請各位翻到第53回 果然在小說裡真的就安排了一個鄉下人 那就體現出我們的讀者 其實就跟他們所不懈的 甚至覺得實在是很厭煩的那一種反應心理 那這個是就在要已經要除夕 各位你們注意一下除夕還記不記得 賈府是不是只有在除夕那一天 整個的正門是一路洞開的還記得 那這個就是非常特別的這種王府的 我們這個王府就很匡泛的說法了 是這種階級的一個生活的特性 那麼現在是這樣子的 來 請各位看到823頁 好 那麼這一種王府等級的人家 他們事實上有地租 有恩鳳 那麼有來自於他們這個所謂的關外關內 那麼在滿清入關的時候 是不是有其人的圈地對不對 那個其實都是他們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所以這邊果然來了一個莊頭 這個莊頭其實就是反映這種皇族 他們的那個經濟的一個狀況 這個叫莊頭 就是負責 因為這些皇族們是比較住在那個京城內外 那他們的地可能是在比較光外 比較遙遠的地方 而且又很大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一些可靠的 比較能幹的人來幫他們負責管理 然後到了年中 那就要把田產各種收益 然後就要禁奉到這個賈府裡面來 那這個莊頭就叫烏盡孝 那你看這邊都是反映皇族的 那個經濟生活的一個樣態 然後可是他畢竟是一個幫貴族打工 那麼謀取一點這個血汗錢的一個 平民小來百姓 他果然反映就跟我們一樣 所以各位要注意 真的喔 我們不知不覺 其實看在枝燕災的眼中 我們都是裝農啊 然後讀紅龍夢就是進京式的 然後很多浮誇失真好的這一種理解 所以各位823頁這邊有提到 那這個賈征當然就對他送來的這一筆資產 並不滿意因為不夠多 那怎麼稱呢 所以就抱怨了一下 沒想到這個烏盡孝請看到數第六行 烏盡孝注意喔 反映了我們現代讀者的一般的心理 因為我們在同一個階級上 他說那府裡雖然天了事有去有來 那娘娘和萬歲也起不少的 天了事當然就是指各式各樣的花費啦 其實就是包括建造大官員啦 還有各式各樣相關的開支 我們以後講到元春的時候 會特別做個說明 告訴你們這對榮國府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致命的沉重打擊 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們以為家裡出了一個皇妃 好像一家子就更加的錦上添花 更加的可以呼風喚雨 這就是我們的想像對不對 好 然而大錯特錯 我們將來在元春的單元裡面 會讓你們很清楚的看到 真的老子說的對 所謂的禍兮福之所以 福兮禍之所福 真的人生的得失真的是在所難料 有的時候是有虛名 可是你卻要受到很沉重的實質的一種損失 那有的時候是面子沒得到 可是你得了禮字 那元春這個真的是得了面子 但是賠了禮字 而這個對賈府來講 甚至是造成致命傷 那所以這個我們將來有一個單元的時候再說 好啦 所以你看啊 就跟這個我們一樣 烏金孝也是說 你們家出了一個皇妃的女兒 那隨便這個手裡寬鬆一點 隨便賞你一些 你們家不就這個這個財源廣盡嗎 這好像就是我們的想像對不對 錯 大錯特錯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賈真聽了 我看他大概已經聽了很多次 人家這樣說了他已經煩死了 他就笑著對賈榮說你們聽他這話可笑不可笑 雙龍進京啊 我們支閉不都每次都說可笑對不對 所以你看賈真也覺得這話可笑畢了 好 畢了 然後呢 於是他就懶得說了 就對他兒子賈榮 意思就是說你說吧 我真的已經懶得跟這些人解釋了 真的煩透了 覺得你們這些人完全不了解我們 可是就一大堆添油加素想當然耳 好 於是賈榮就連盲說 注意喔 你們山凹海岩子上的人 什麼叫山凹海岩子啊 他不就是莊農嗎 就是你們這些偏僻鄉下的人 根本搞不清楚我們這種人家 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況 所以你看是標準的莊農進京 然後所以他下面做了一個說明 他說你哪裡知道這個道理 有沒有注意到啊 你哪裡知道他們家的狀況 他說娘娘難道把皇上的褲給了我們不成 國褲通黨褲 黨褲通府褲是嗎 不是啦 你想錯了 不不 我濫用了一個語詞 好 總之 總之那所以他說娘娘雖然是皇妃 可是你不要忘記 她只不過是皇帝眾多妃嫔中的一個 對不對 國家有國家的這個制度 你作為一個後宮的女性 不但不能甘政 你根本就動用不到這個國家的資產 所以他說他心裡重有這個心 有可能吧 做女兒的總是希望對娘家好一點 可是問題是 他在現實的那個體制裡面是不能做主的 好 所以其有不賞之理 當然有賞 可是賞什麼呢 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斷古董玩意兒 那麼縱賞銀子也不過是一百兩金子 也才值了一千兩銀子 夠一年的什麼呀 你們聽得懂這個差別嗎 這數字看起來不怎麼樣 因為我們今天在後金融海嘯時期 我們習慣的數字都是什麼幾十兆幾百兆的那種 對不對 這個一千兩千這算什麼 告訴你們這一千兩千 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是一個很龐大的金額 可是對賈府的一個這個龐大的開銷來講 根本是杯水車薪 那各位還記得一個數字 你們一定要牢牢記起來 因為你要衡量賈府的整體經濟狀況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就是劉姥姥在第四十回進大觀園的時候 是不是吃到一頓螃蟹燕有沒有 他不是算了一下嗎 這些螃蟹這麼大隻 一隻大概現在釋架是多少 再搭配這些韭菜 他不是唸了一聲佛 阿彌陀佛 怎麼樣這一頓菜要多少錢 二十多兩銀子 然後夠我們莊駕人過一年 一年就莊駕人一年就二十幾兩銀子就夠了 那你看那些螃蟹是不是都是上品對不對 那一頓已經算是豪華大餐就花二十多兩 所以二十多兩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了解嗎 所以你看這邊當然黃飛會賞 賞得當然不只這一些 可是對賈府來講這些真的算不了什麼 然後一千兩銀子對賈府來講 我告訴你們啦 我們將來講到這一個專門的單元的時候 你會看得非常清楚 這一千兩銀子大概沒半個月就花光了 而且不是正常的開銷 他們正常的開銷有一定的那個知意 但是他們這個府常常出現很多額外的開銷 每一筆開銷都要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大家 大家出手是不能小氣的 結果這麼一來這邊一家那邊一家 然後半個月來添了幾件事情 就幾乎立刻就出現挖東牆補西牆的種態 這個是大家有大家的難處 這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好啦 所以你看他就說啦 這兩年哪一年不多賠出幾千銀子來 那頭一年那麼醒清連蓋花園子 你算算那一柱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 再兩年再一回醒清只怕就金蟲啦 所以醒清不是好事 什麼叫金蟲 徹底的蟲 現在還能夠所謂的打腫臉充胖子 還能夠金玉其外 還能夠在那邊擺足之窮死而不僵 他說再醒一會清那就真的垮掉了啦 那這債也撐不起來了啦 你連放高利貸 連借貸 連賣家當 都已經沒有辦法的那一種絕境啦 所以你要知道榮國府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表面上我們都看不出來 那你還以為有個皇妃女兒 好 這個家就可以飛黃騰達 其實大錯特錯 而且皇妃有皇妃的艱難 真的每一個人都有她的地獄 我們不在她的鞋子裡 你不知道那幾粒沙子就把她痛徹心扉 而最後她就走不下去了 她甚至要去截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好好了解這部作品 那你就不大能夠知道 她真的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好啦 所以這個是莊榮鏡精的一個 非常典型的例子 所以請各位讓我們自己不要變成莊榮 好 那也許才能夠真正進入到 《紅龍夢》的寶藏裡面 那麼得虧百官之父跟廟堂之盛 好 那這個是我們再提醒一下的 那第三項 我們是不是就提醒大家 那什麼叫甲府 從這個府字呢 以及我們所延伸出來 有關甲府怎麼樣奠定他們的家業的那個過程 我們是不是有跟各位提到 他說不定其實應該是皇族對不對 至少他反映出來的階級特色是這樣子的 那下面這個表格就請你們參考 其實我們上一週都談過了 那現在我們就要跟各位做一個第四點 好 我們要來趕快切入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那就是那府宅是怎樣的一個建制 然後他們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 到底是依照什麼樣子的一個常規 來進行他們生活的一個運作 那這個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你們現在是不是愛翹課就翹課對不對 然後愛怎樣就怎樣 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給每個人盡量越多的自由 但是這種皇族府宅絕非如此 那我們上一週有特別提到 東西的這個方位是不是就有尊卑的一個意涵 那這個其實體現在榮寧府宅裡面 以及他們平常的座位 尤其座位更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一家人每天24小時生活在一起 那就在這樣一個空間裡 可是又要訂出一個尊卑 那你的身體姿勢那麼配合你坐的地方 那就是要去分出等級 而維持他們的秩序的一種 最根本的一個要求 所以座位很重要 那所以我想我就先把那個 他們建築物的那個設計 我們就跳過去 我們就直接先看這個座位 那為什麼這個座位 我們要特別提出來 除了剛剛所談到的這個之外呢 請注意他也可以非常有效的幫助我們 好好的認識大官員 我們真的以為大官員就是一個什麼 自由平等博愛好的一個浪漫場所 好像在那裡就沒有禮教 就沒有外在的這種這個父權 或者是軍權制度的這個控制 然後如何如何我們就衍生出很多 是我們今天人所希望實踐的那一種價值觀 但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們實事求是 那有些細微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把它釐清 你就會很容易的用自己的想像去填補 可是填補出來的其實是四不像的大官員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邊先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麼所以我們在這個講義下面呢 我們就整理了一個叫做座位倫理學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倫理關係在《紅樓夢》裡這一種呢 不斷的就是透過日常瑣碎平凡的 這種生活細節而開展出他的敘事規模的 這樣的作品 事實上座位簡直就是滲透在他的每一個 每一頁裡面 而且請你們注意 你只要了解到這個座位倫理學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人的真正的個性 跟他當時的狀態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座位 他當時是怎麼做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他現在在想什麼 或者他的性格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由於這個實在是攸關 我們對《紅樓夢》裡面人物事件的正確判斷 所以我想在這邊我們就做一個小單元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整理出九個小項目 這九個項目事實上是有安排的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安排是有的是要看他的個性 有些是要看他的這個當時的特殊狀況 有些是要來看出在這個家族內部 他們有一些怎樣的特別的 跟我們今天不一樣的一些價值觀 那所以我們一項一項來看 首先第一個 等一下 這個我先把這個座位倫理學的這個安排 跟你們簡單說一下 你們都很清楚的看到我們做了一個整理 也就是說在一個人們聚集的空間裡 那麼座位有好幾個等級 那麼我們由尊到卑 第一個當然就是康 這個康你們都知道 有的時候主要是北方家族啦 因為冬天很冷所以他們有做的康 那個康大概是 但是等一下我會讓你們看一下那個畫面 通常這個康的這個設計呢 是臨窗而設 是靠窗 那因為一個房間裡通常只有一面有窗 或者是兩面 那但是康一定是靠窗 而且注意一下通常是在靠北面那個窗 然後呢 所以這麼一來呢 來我們看一下 靠北面這面就設了一個康然後臨窗 然後呢 所以這個座位中間會有一個小矮跡 好 就是你可以放樹魚啦 茶杯啦 或者是一些小東西喔 那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座位就分成東跟西這兩個位置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因為這是北嘛 那這邊是不是就是東邊的位置 那這邊是不是西邊的位置 你們知道嗎 哪一邊為尊 東 東 所以王夫人在他那一房裡面 他當然是座康因為他就是一家最高的女主人 你們告訴我他坐東邊的位置還是西邊的位置 西 為什麼 因為東邊的位置是甲正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個男尊女卑嘛 那麼也體現在這樣的方位上 所以這個叫做康 那麼除了這樣的設計之外呢 當然不是只有康 因為一家子老老小小進進出出 尤其這種階級人家是有很多的等級的 那麼有親有書有尊有卑 所以通常在靈抗的地方又會有椅子 那椅子你們就知道了 就是你們現在做的這一種 那這種椅子大概是在宋代的時候 因為佛教的影響 所以才產生的椅子 你要注意以前在唐代以前 是不是都是席地而坐 好 那宋代之後才有你們現在 這一種比較高起來的立體的一個椅子 那所以再來就是椅 椅是通常比較靠那個抗邊而設 然後所以這個椅稍微低一個等級 那麼再來其實就是那個小物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小物的原因 就是呢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做完這個研究之後才發現 二三十年前台灣已經有一個學者 他是建築專業出身 那他讀《紅樓夢》也讀得非常細 就是關華山先生 所以他也注意到《紅樓夢》裡面這個座椅 是有這樣的排序 但是他並沒有發現 小物的這一集 他發現的就是看跟椅跟腳踏 然後就是站著 那由於他也只花一兩頁比較簡略的帶到 但是他那個觀察非常正確 所以我就必須回應一下 那同時我發現他漏了一個就是小物 那小物是什麼呢 就是小板凳 就是比椅子要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就是那種板凳型 然後再來才是所謂的腳踏 好 那什麼叫腳踏呢 你們可以望聞生意 這個腳踏其實就是你坐在抗上的時候 那因為抗比較高 腳有的時候會懸空 不舒服 所以就要在 請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螢幕這個照片 這個其實是那個皇宮裡面 是皇室裡面的 然後這個就是所謂的抗 知道嗎 好 那你看中間會有一個小機 可以做一些擺設 或者是隨手放一些小東西 那這邊有分東座跟西座 這邊就有入子有沒有 就是坐墊 好 那請看下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腳踏 那這腳踏就是最低矮的 所以簡直跟地面就差不了太多 所以這個是最低一層可以做的坐距 好 然後呢 比這個還可以坐的更低一個等級 就是你站著 沒位子可以坐 站著所以就是最卑的一個身體姿勢 所以現在在我們班上我的地位最低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你們就注意到腳踏就是這樣 所以你坐在抗上的時候 腳就可以有地方放著比較舒適 那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空間裡面 那由於他們每天生活在一起 那麼要成婚定型 要各式各樣的回畫 各式各樣的那個群體的聚會 所以這個座位倫理簡直貫穿在 《紅樓夢》的每一頁裡面 所以我們下面舉了一些例子 來跟大家做一些很有趣的小說明 所以整體言之 來 請你們看一下 這個 在一個空間裡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按照這個座位倫理學 來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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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就維持一定的秩序 不至於混亂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呃 我挑一些情節 來讓你們看看這些座位倫理學 一旦你掌握之後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原來看不到的那個意涵 因為你會想當然爾 那就是那樣嘛 就坐在椅子上嘛 然後就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的 那背後都有很多的那個 implication 那個是你不知道這個作為有倫理學 你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當然是第三回最重要 因為第三回是林黛玉第一次來到賈府 而且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發現 林黛玉來到榮國府之後 第一件事情是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是不是就敗望各家各房的長輩有沒有 從賈母王夫人到行夫人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 不就是吃飯嗎 所以吃飯在紅龍夢裡面非常重要對不對 隨時都在吃飯 然後各式各樣的吃飯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清末的評點家 對此大表不滿 他覺得紅夢真是無聊 怎麼隨時在吃飯 這種無聊的家庭所事 沒有什麼大的宏偉的那一種關注 那當然他的大表不滿 也被後人加以批評 就是說你根本不知道 吃飯穿衣是不是就是天道所在 對不對 人活著這些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好 尤其這是規格世界 本來就是融入到這樣的一個日常生活中的 所以請各位要注意 林黛玉一來到榮國府 剛開始發生的事情呢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事件就是吃飯 可是他當然不是只是要表示吃飯是很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你們從他坐著轎子 然後他們也由東往西 由寧國府然後再到榮國府 然後從腳門進去 注意到然後敗望各房 然後在其中就有一些座位的情況呈現 然後再來就是吃飯 吃飯是不是也要按照座位的 要分東跟左 主跟客 然後吃飯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安安靜靜 一聲咳嗽不聞 雖然數十個人在內喔 可是那個這數目 你們要知道這就是大家規矩 所以這有趣的地方就在於說 原來林黛玉剛剛來到榮國府的時候 他第一個要面對要調適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融入到這樣一個不同的環境 而這個不同的環境有很多規矩 跟他在家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融入到這個環境裡 你才能夠在這裡安身立命 你的未來的生活才能夠安頓下來 所以你要注意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們林黛玉的一個生命的過渡儀式 他切換到不同的軌道 而這個軌道非理尋常 所以你要重新去認識 你該怎麼樣來安排你的各種進退 移植 那就此而言各位就要知道了 所以你要注意要進到這種王府人家 我們王府是用寬泛的用法 那真的非同等閒 所以你要學很多的規矩 那我們林黛玉一開始是不是也表現出 他真的很懂得察言觀色 他事實上很懂得入境問俗 他絕對不是你們現在所以為 我們現在非常經典的那一個 又任性又敏感又愛哭又什麼的林黛玉 不是 他剛來榮國府的時候 完完全全不是那個樣子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換句話說你如果不懂得規矩 你能夠進得到賈家來嗎 你能夠在賈家裡面安頓下來嗎 你會得到賈母的寵愛嗎 絕無可能 還記不記得賈母說的 我們家的孩子怎麼樣 見了外人李述恐怕要比大人要來得更震驚 對不對 好 所以背地裡才稍微放縱他一點 如果他一味的沒理沒外 怎麼樣 憑他生的怎樣 也是要打死的 所以林黛玉絕不可能煩禮教 因為你根本就不可能進到這個家族的核心 所以這個是我們首先要認識的 所以你看第三回花那麼多的篇幅 來看他怎麼樣一防一防的去敗望 怎麼樣跟人家行李如意 有沒有 講那些應酬話 客套話 然後吃飯怎麼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卡 是我們認識林黛玉以及認識賈府 開宗民意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開幕儀式 讓我們真正得虧賈府這一種特殊等級 他們平常是怎麼生活的 好 然後其中就有一段非常好玩 我一定要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實際上是在那個五十頁 好 那麼他敗望了賈母之後 然後他就要一防一防 當然就是先到王夫人 應該是先到 其實應該是先到刑夫人那一邊 因為刑假設是大房 所以他去了 然後再來到二房王夫人這邊 所以請看五十頁 這邊我請你們注意看一些小細節 那在五十頁的這個第二段 那麼老媽媽們就把這個黛玉引出來 到了東廊的三間小正房內 請你們注意正房炕上橫設著一張炕桌 有沒有 這個炕桌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小茶雞小矮雞類似那樣的東西 然後桌上就放著一些茶具啦書籍啦 等等等等啦 注意喔 靠東壁 靠東壁 好 東邊的那個位置 那麼他有一些這個有放著清斷 靠背影枕啦 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手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所以那個是所謂的卑位 是女主人因為跟男主人比 他確實要低等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家 其實就是日常 這已經融化成為他們 已經是一個本能反應 該坐哪裡自動知道啦 不是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一個常規 好啦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好 那見到黛玉來了 那麼就往東讓 請注意 王夫人讓他坐哪裡 坐這個東邊的位置 你們如果不懂事的話 例如我 我們就坐上去了 因為長輩要你坐嘛 對不對 我們就傻傻的就去坐了 不行 這個是一個非常違背禮教的 一種悖逆之舉 那林黛玉知不知道呢 當然知道 所以他這個你看 黛玉心中料定這是假正之位 所以他不敢坐 那麼陰見哀抗一溜三張椅子 好 所以你看喔 沿著抗就有三張椅子 那他知道這就是比較卑微 所以他就往這個椅子上坐了 那麼王夫人再次吸他上抗 那麼他才挨著王夫人坐了 好啦 你要注意 長輩的吩咐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那個金濟水先生的那個 對於王府的這個生活實錄裡面 就有提到 他有請你們看一下螢幕 他說呢 王府中長幼尊卑的那個禮節 是非常嚴格的 那麼晚輩呢在長輩面前是不可以隨便坐下 好 可是呢 如果長輩發話要你坐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再站著 你不能說我好客氣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行 然後呢 那坐還有坐的規矩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所以王夫人已經要他已經再四 不只是再三 要再三加一 所以呢我們林黛玉就 恭敬就不如從命 然後就坐了 可是他敢不敢坐東邊這個位子 沒有 還是絕對不行 所以他是挨著王夫人坐在一起 這樣瞭解嗎 所以喔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歸秀該有的禮儀的這個觀念喔 那挨著王夫人坐 你們知道又代表什麼意思嗎 代表我們林黛玉身分很高 然後他受到寵愛 所以才可以跟長輩這樣子的貼身坐在一起 我們等一下還要再看到 第七十 我好像把他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條好不好 這個第三條就是第30回跟第54回 這兩回呢非常清楚的提到 我們林黛玉呢 30跟54回呢 已經是林黛玉在賈府生活好多年了對不對 然後這已經是他平常的座位的表現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林黛玉在賈家中地位崇高 所以呢 我們請大家 我想我們就不要翻了啦 你們就看一下我們螢幕上 做了一個簡要的整理 這樣會比較快喔 那蔣義師方面你們回去 再把那段情節仔細看過一遍好不好 那這個第30回是描述到寶黛又怯氣 反正他們兩個吵架已經是家常便飯 然後呢 那大人們就很操心啊 然後我們鳳姐呢 就把他們帶到那個賈母那個地方去 因為有賈母在是比較容易調停對不對 小孩子也不敢再那樣的拗嘛 結果呢那林黛玉喔 因為還在氣頭上只異語一言不發 然後呢就挨著賈母坐下 好 這個是你們以為就這樣 就看過去了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賈府的規矩 你一個小孫女 你可以直接跟賈家裡面最高最權威的 等級的祖母 你一去也不用打招呼 也不用多說什麼 就挨著她坐下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了吧 這代表她平常就是這樣子 可是能夠坐在賈母身邊 甚至坐在她懷裡的人 事實上我們從頭到尾只看到一個人 那個人是賈寶玉 所以賈寶玉是她的心肝肉啊 所以那個貼身的距離也表現出權威的容寵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林黛玉是完全比照賈寶玉的 好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看連說個話連告個罪 什麼都不用 一進去就直接挨著賈母坐下 一言不發 你不知道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受到寵愛的一個反應才有可能 你們想想看探春敢不敢這樣 不可能 迎春不可能 所以我們林黛玉真的是人中龍鳳啊 所以你說她在賈家受盡委屈 什麼什麼可憐姑女寄人篱下 我真的會看不下去的原因就在這裡 然後在第54回又提到 因為元宵夜嘛 那他們要慶祝這個大節日 所以是不是晚上要放鞭炮 對不對 放煙火 結果呢 因為那個鞭炮聲音 這個非常的尖銳四耳 林黛玉當然是很柔弱的一個人 所以秉氣柔弱 不經畢薄之聲 連那種聲音都會加重她的這個疾病 然後呢 賈母便露她在懷中 那你們知道嗎 在那個當下 也有好幾位都是千金之軀啊 要好好的這個教養呵護的 另外一個就是賈寶玉 你們知道嗎 賈寶玉也很怕對不對 他連看到那個猙獰的鬼神的像 是不是都很怕對不對 那何況是這麼樣這個爆裂的聲音 所以我們賈寶玉 賈母的懷禮已經給了林黛玉了對不對 那他被誰爆去了啊 王夫人 王夫人 對不對 因為王夫人又是他的親母親 本來嘛 所以就爆他 然後那個王熙鳳就開了玩笑說啊 哎呀 我們是沒人疼的啊 對不對 然後所以游氏就說 你又來了 你平常是會放炮仗的 如今他就在那邊故意撒嬌對不對 你過來我抱你有沒有 那他才不要 他等一下就自己放更大的炮這樣子 這是王熙鳳 好 所以你們就知道了 我們林黛玉真的是備受寵愛 這個人的地位跟賈寶玉甚至是不相上下 好 這個請你們要注意 所以我們王夫人當然非常知道 林黛玉來到榮國府是不是出自於賈母的寵愛 所以人都是這樣子的 你當然是頭長輩之所好 所以林黛玉來到這個榮國府 他可以把他直接再次要他坐在炕上 你知道這就是對他親眼有加 那這個絕非尋常 這個請你們要注意 然後我們了解這個之後呢 再來請大家看一下剛剛所說的那一段 就是我們看第二條好不好 這要告訴你們說 所以林黛玉之受到榮寵 我們還可以比照其他的這個家族成員 你更可以清楚看到那個差異 那個人就是賈征 你們知道賈征是不是寧府的長孫對不對 而且他是族長 你們知道什麼叫族長 寧榮二府其實是以他來作為族長 為什麼 因為他是寧國府 這一支長房的嫡系子孫 所以是由他帶領縱子職 來每逢這個什麼碩望之日 是由他帶領到那個宗祠去祭拜祖先的 這個是族長 好啦 那這樣都當到族長囉 而且是不是他們賈家嫡系的子孫對不對 結果你們看一下他看到賈征的時候是什麼座 那那間是中秋夜 當然大家都要來團圓 好 所以就來到那個榮國府這邊來 那就到賈征的這個房內 那既當然啦 賈征賈赦社這個比賈征的備份更高 所以連他們都在房內坐著呢 那他是坐最小的 所以他進來的那個姿態就非常的低 請你們看一下喔 那麼除了這個賈征賈征坐著之外呢 賈蓮寶玉 賈環 賈藍 這些是不是玉字輩跟草字輩的 那就都是最晚輩的 他們都在地下勢力 有沒有 站著的那就是表示在這一組字輩裡面 他們真的是身分最卑微 所以通通用站著 那因為尤其賈征跟賈瑟都坐著了 其他人沒有站著的道理 好 賈征要一一見過 注意喔 要一個一個問候知道嗎 所以他們家真的累死人喔 你去過兩天就知道喔 所以你在他們家都盼不起來 好 然後呢 賈征一一見過之後呢 賈母就命坐 就說你坐吧 欸 長輩已經開了口了 你不能不坐 那我們看賈征怎麼坐喔 他是在進門的小屋子 有沒有 小屋子出現囉 他是在進門的這個小屋子上告了座 而且景深側坐 你們注意為什麼要特別進門知道嗎 因為進門又是一個房間裡面 就核心位置來講最遠的地方 所以他特別選一個最偏遠 當然也就是最卑微的地方去坐 而且坐的時候怎麼坐呢 是坐在屋子上 你看比椅子還要更低一級 為什麼 因為椅子這一級已經被誰坐去了 蛤 是不是賈正跟賈瑟 賈母當然是坐抗上嘛 那椅子不是已經是長輩 假正假設坐了嗎 所以你當然就只好再坐什麼小屋啊 再往下一級坐 而且坐的時候得怎麼坐呢 來 各位 這就是我們軍中最嚴格的訓練 在當兵的時候就是得這麼坐的 要怎麼坐 景深側坐 你不能夠整個就坐滿你的椅面喔 不行 這是不計 你看喔 這個積濟水先生就說 那麼當長輩要你坐的時候 你就要坐 而且坐的規矩是 好 那麼只能側著身子 好 就是坐一半 然後你只能坐在椅子邊 或者是椅子腳 椅子腳是不是更小對不對 所以你整個過程中 你就是要用你的腳跟腿 去承受你整個身體的重量 所以你從頭到尾就得這麼坐 那這樣子呢 就是要來表示對長輩的謙恭 我問你 如果長輩今天彈性很高 那麼跟你們聊天聊很久 你大概就要坐在那邊一個時辰 會累死人啦 所以他們這種人家 我開個玩笑啦 真的是在受軍事訓練 每天就是過陸戰隊的生活 我開玩笑啦 雖然不是體力 可是他們的耐力 規矩 那真的是跟軍中一樣的森嚴 所以這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 不是偶爾一天喔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在這種人家 尤其是你一誕生 你的呼吸 你的肺泡 那麼所呼吸到的第一口空氣 就是禮教 你認為他這樣長大的 會來反他的禮教嗎 當然不會嘛 這個是你得要設身處地去思考的 好 所以就此而言你就知道了 我們林黛玉平常 當然假真假正或假設在的時候 林黛玉也不敢那樣做啦 但是呢 你就可以注意到說 原來日常生活在他們的 歸尾的女性世界裡面 林黛玉的地位是可以直接跟 賈母坐在一起 所以這個非比尋常 所以我請你們要注意 從這些座位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可能原先會有的誤會 就應該要澄清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那個第四條好不好 那這一條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一般人的成見 都是把紅樓夢當成一個愛情故事 那麼當成愛情故事 我們的本能 是不是就是非常希望他能夠大團圓 而當他不惜要悲劇收場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會很自然的去指控那些 好像是扼殺他們的幸福美滿的筷子手 然後其他那些人是不是一個一個被我們點名 通通被我們當罪魁禍首 賈母啦 王夫人啦 王熙鳳啦 薛寶釵襲人 是不是通通都因為這樣子 被我們打入到地獄去對不對 然後就會說你看王夫人 就是要做什麼金玉良音 然後跟他的妹妹薛姨媽合謀 好 然後呢就欺負可憐的林黛玉 他沒有什麼靠山 然後如何如何 這類的論調到處都看得到 那其次呢 也因為這樣 王夫人是不是又去抄檢大官員對不對 然後呢 於是呢 各種作為 看在我們現代人眼中呢 都覺得是罪不可赦 然後再加上說他是不是甲正的正方 然後我們又很想當然而認為 在敵術之爭裡面 他要確保他作為正式 就是正式的那個權利 所以就排斥那個趙姨娘 然後呢 就打壓甲環 就把那一隻呢 盡量的把他們排除掉 好像就把他描述成這樣一個小人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怎麼看 怎麼不是 現在舉一個很有趣的例證 就是從座位上面呈現出來的 那麼第25回就有提到 那一天是不是後來發生很嚴重的事情 賈寶玉師被那個馬道婆的魔法鎖碎有沒有 差一點就死掉 但是在這個之前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這一段實在太精彩 我們先把它看完再暫時休息 那這個是這樣子的 來 390頁 那麼別的版本的同學 其實就是在第25回剛開始的那個第二頁 那390頁各位請看一下星號後面 第二段 那麼可巧王夫人見甲環下了學 便命他來抄個一個金剛咒 諷誦 諷誦 好 那金剛咒你們知道都是那個佛教的典籍 那麼對他們來講你只要念經 誦經 基本上就可以積那個福報 就是對你 你就可以消災解惡 這個基本上對你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修習 修習就是修練跟學習 是這樣 然後那麼賈環就正在王夫人抗上坐著 就命人點燈拿槍做事的抄寫 一下子又叫採雲倒杯茶 一時又叫玉川來撿撿蠟花 一時又說金川你擋了燈椅 大家就很討厭他 然後呢 我們先在這邊暫停一下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他要一下子閒這個一下子叫那個 你們知道這是在幹什麼 他是 就是你們知道 小人得勢之後是不是就是那種 作威作福 要舞揚威啦 所以你看嘛 我現在有權利了嘛 你們通通都是我的手下 我就要指使指使你們一下 來顯示我的威風啦 所以大家就很討厭他 可是為什麼他覺得他有威風 請注意 跟座位有關 他坐在哪裡 他坐在抗上 所以無形當中他是不是就是上了抬盤了 他就是主子了 他就跟王夫人一樣大了 你們知道嗎 這個心態是這樣來的 所以就此而言各位你們就要注意 如果從這個現象來說 第一點 王夫人讓他做抗上 是不是表示對甲環事實上沒有任何排斥之意 相對的他把他當作我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 所以後面就發生 這個賈寶玉是不是也下了學就進來 那你們看看賈寶玉的反應實在太有趣了 在這一頁的倒數第三行 那說不了幾句話 寶玉也來了 進門見了王夫人 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句 便命人除去抹兒脫了袍服拉了靴子 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 很可愛吧 就像一個剛從幼稚園放學的小朋友 然後看到媽媽在那邊看電視 好高興喔 就滾進懷裡 然後你看我們王夫人也好疼愛他 然後就用手滿身滿臉磨縮服弄他 那寶玉也搬著這個王夫人的脖子 縮長倒短的 有沒有知道這一對母子真的是母子情深 然後所以非常的親密 然後真的是水乳交融 好 所以也就因為這樣 所以請你們告訴我 賈寶玉現在在什麼樣的位置上 當然在抗上啊 王夫人就做抗上 他滾進王夫人的懷裡 當然在抗上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地利之變 後面才發生 賈環幹了一件壞事 一個黑心的事情 他不就是因為 來 好吧 你們大概對情節真的很不熟 我們來看391頁這個第二段 總而言之那賈環就很好 也很當然就又嫉妒又討厭寶玉 這不用說了 那他心中就按耐不下這一口毒氣 尤其我們寶玉又在跟他自己的 自己人就是採雲或採蝦 在那邊糾纏他就更生氣了 來 請各位看第二行 他雖不敢名言卻每每暗中算計 只是不得下手 金劍相離盛計 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 所以他能夠讓他的黑心算計得逞 拜什麼之次 地利之變 就是因為很近 知道嗎 所以上面有那個蠟燭 那蠟燭不是會有蠟油嗎 那都是非常滾燙的 所以你看就因為救濟 所以我就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就故意弄倒了那個蠟燭 然後蠟油其實就要潑到寶玉的眼睛 有沒有知道這個人真的是很壞心 好 那我們現在當然不是在批評這個人 不過重點就是要告訴各位 這一切的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 都是因為在這樣的未知的關係上 好 然後你們了解到這一點之後呢 當然我們要回到我們的課題 就是讓大家知道原來第一個 王夫人是不是對甲環事實上並無他意 他根本就把他當作就是我們假家的孩子 一視同仁來看待 所以王夫人事實上這個人 他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壞人 第二個 我問你 如果我討厭你 我還讓你去這個抄邪金剛咒 幫你消災解惡啊 幫你積福報啊 你對你討厭的人會這樣做嗎 當然不會嘛 你正在抄 我都還把他搶走 對不對 所以嘛 所以王夫人事實上是疼愛假還的 是給他機會的 然後呢 為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超越各房之私 不要忘記喔 就超越他一房的 所謂的兩人份的自私 他是用一個假家的那個格局 來看待這些姓假的子孫 所以我一視同仁的疼愛你們 因為你們都姓假 都是我們假家未來重要的成員 所以他是不是對迎春 探春 席春 也都很疼愛 這個我們將來王夫人的專題的時候 我會讓你們看得非常清楚 事實上迎春 席春 探春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地獄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困難 跟他們的痛苦 結果都是在王夫人這邊 才得到他們的原生家庭 所沒有給他們的一種幸福跟溫暖 這個是我們將來專題的時候在說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單單就這一個 讓假桓坐在他的位置上 讓他抄寫那個金剛筋 你就可想而知 我們對王夫人的認識 一般來說是大錯特錯的 那這種情況真的在紅玄裡面非常常見 我想我們也許應該要改變 這樣的想當然爾 那我們現在要接著來找幾個 有關座位的例子 來讓你們看看這個大家族裡面 他們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 跟他們的倫理尊卑 那以及他們的性格的各種特殊狀況 那大家看一下講義第二頁的這個第五條 這個第五條我選了兩個人物 來告訴你們 賈家這種上千人的家族 他們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就是建立在 他們的這個成員常常是立即束戴 所以盤根錯節 意思是什麼呢 在賈府裡面 他們的這個使喚的用人們 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用人 那些丫鬟啦 那些小絲啦 將來可能都變成老媽媽 或者是那個老婆 那問題就在於他們不只是一代在這個家 那麼他們一方面有所謂的家生子 就是說這個家生子是他們這種 世家大族才會有的 意思就是說從第一代第二代開始 就在我們家服侍的這些用人們呢 我不管是因為買的 或者是因為戰功 那朝廷賜給我的俘虜 總而言之那就是變成我們家的一個 當然是非常卑微的伺候人的等級 但是他就在這個家 這個落地生根 然後他們因為呢 這個互相婚配之後呢 再生的小孩 那就是要做家生子 那這個家生子其實也還是奴隸的身分 然後呢這個家生子在如何如何 那有的時候還會陸陸續續再從外面買 總而言之只要這個家經過三代四代 是不是他們家的奴仆們 是不是也有好幾代的那個親戚關係 然後那些親戚關係非常複雜 就是說我可能是 我王夫人這一房的某一個家生子 他後來呢就只配給另外一房的 然後呢他們生的小孩 又可能又被撥到怡紅院 這樣聽得懂嗎 然後可能這個家生子又不只是他一個人 他還有兄弟姐妹 然後他又分到各房 所以甲府這複雜就在這邊 就是我這一房跟你那一房 可能呢你的長輩 你的淑伯 你的阿姨 你的外甥女什麼什麼 跟另外的地方又有親戚關係 所以從大概是50回以後 《紅樓夢》是不是基本上 沒有啦大概40回之後 《紅樓夢》基本上已經不大寫 那個寶貸之間的愛情糾葛有沒有 然後大概50回 差不多啦大概50回之後 你會發現他整個筆墨所聚焦的 是不是都是家庭成員之間 複雜的那一種關係有沒有 各種競爭 然後各種呢這個成群結黨 然後彼此呢又有這些是非的問題 那根本上來說 我們如果以前80回來講 後半部呢作者的焦點 就是已經轉移到這個家族內部的 這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 那這麼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呢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詳細講 我們只提一個 就是這些奴樸那麼多 老實說啦真正算起來 真正組織輩的可能只有1、20個對不對 真正組織輩只有1、20個喔 其他的1000人 其實都是各式各樣伺候的人喔 那所以那些伺候人本身又分等級啦 那這些等級呢 我曾經做過一個小小的整理 他們的等級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呢首先第一等就是叫大丫頭 什麼叫大丫頭呢 就是貼身伺候主子的 那個叫大丫頭 因為很簡單 沾光 講難聽的就是虎假虎威 這樣懂嗎 因為你就貼身跟他一起生活的 你最了解他 你也最被他所倚重 所以你相對的你身分就會提高 所以虹弱夢裡面呢 對這種大丫頭有兩個外號 我把它整理出來 你們如果你們要知道在第幾回合 我下次再告訴你們 那這些章也有名詞就是 由其他比不上他們等級的人 又羨慕又嫉妒 所以背後所給他們的一個外號 一個叫做傅小姐 所以你看叫傅小姐 你就可想而知 他根本上就是比主子輩稍微低一點 可是基本上是彼此這個可以分享權力的一個人 那但是還不只如此 這個叫二層組子 你看 所以組子再下來就是他們了 所以叫二層組子 這個是他們在 比他們更低下的人給他的外號 那這個身分最高 那麼另外還有再下來 當然其實就是所謂的那個小丫頭 那小丫頭當然是不能比啦 尤其他們還反映在他們的這個 每個月的月盈月曆月前有三種用法 那什麼叫月盈月曆月前 就是指他們每個月整個榮國府的官庫 會給家裡上上下下所有的人 包括賈母 包括很低下的那些媽媽們 每個月都有零用錢 所以你們就要知道這個開銷是不是就很大 拜託每個月就一千個人的那個零用錢要發 那個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後又按照等級 那麼大家頭的那個月盈 就銀子的銀 銀兩的銀 那麼一個月是多少呢 是一兩 一兩很多 因為他比起那個少爺 小姐這種還沒有婚嫁的 這一種組織呢 他們一個月是二兩 好 所以這些大丫頭就是一兩 然後那小丫頭就攔腰切半 好 大概就是五百錢 是這樣 那所以他們做的工作當然就是打雜的啦 然後跑腿的啦 那這個洗衣服啊什麼之類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要直接承受大丫頭的那個指使 甚至是大丫頭們的打罵 他們其實是最辛苦 最可憐的 那當然在下面就是有一些所謂的那個魚眼睛 好 對 就是老媽媽 那老媽媽因為比較粗笨嘛 那反正尤其賈寶玉有年齡其事的 你們都知道 所以他們基本上做的又更是一些粗活 例如說抬轎子啦 掃雪啦 也一樣啊 到處這個奔波跑腿啊 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所以這些等級 那老媽媽多少錢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紅龍我沒有提到 那總而言之大概是三個等級 不過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等級 他恐怕會再高過這個大丫頭 只是他在紅龍夢中不太常出現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丫頭每天伺候這些主子嘛 所以我們書中所有的情節都少不了他們的身影 那大丫頭包括誰知道嗎 各房的主子貼身伺候的 席人士對不對 秦文恐怕還不算是喔 秦文不算是 席人士 因為他是賈母撥給他的 子涓當然也是 那還有像誰 鴛鴦 鴛鴦是伺候賈母 那更不用講了 然後呢 那個迎春那一房的是司祺 我不是教過你們嗎 圓迎探襲四春貼身伺候的丫頭 從小一起長大的就叫秦祺書畫 所以司祺然後呢 釋書或代書他有兩種寫法 那再來就是入畫 所以他們都是一兩銀子 那當然他們的能幹與否 有的時候不見得符合他們的身分地位 那是另當別論 可是呢你們剛剛提到一個非常好 是不是就是鴛鴦對不對 這個鴛鴦不只是因為大丫頭 他服飾的甚至是全家最高權威的賈母 所以那更不用說了 以至於他的地位會比這些大丫頭們更高 因為沒辦法 賈母只有一個 不過我在說什麼 總而言之意思是 就是他是最高權威啦 獨一無二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那個人物 他很妙 紅龍夢裡面的相關情節是這樣子的 他們的身分地位不同 在不同的時候 比較高的又不一樣的人 懂嗎 就是你跟我差不多 可是有的時候在這個地方你比我高一點 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又比你高一點 所以有的時候就變得很複雜 到底該用哪一種尊卑禮節 有的時候就要因時因地而異 所以這就是他們煩惱的原因 因為不是只有一個法則就可以行得通 所以還有另外就是儒母 好 儒母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他雖然不是貼身伺候主子 可是主子剛出生以後 最脆弱的那個階段 是不是由他來受儒對不對 那尤其古人的想法是奶水是有什麼變成的 是血 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恩情 所以儒母的地位更高 那我們台灣的那個歷史學界 也對於歷史中的儒母做過研究 那個研究成果很有效的幫助 我們來理解紅龍夢 因為請得起儒母的人一定都是大家族啦 那這種儒母呢被稱為卑之貴者 就是在那個卑女群裡面 他們事實上都是賤民 對他們這種階級來講 他們真的就是賤民 但是他又是這個賤民層裡面地位最高 所以這麼一來 他們當然也會利用這個很高的地位呢 因為建立跟主子的特殊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也會藉此 來為自己的家庭來謀福利 好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樣類似的例子 所以這兩者之間 就是儒母跟大丫頭之間 當然儒母會高過大丫頭 可是儒母跟那什麼通房丫頭 陪房那些 又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這些稱之的情況 所以這個家真的好複雜 好 那我們大約先挑出這兩個 就是我們透過兩個情節 跟位座位有關的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請各位看那個第十六回 這邊就是那個賈蓮的儒母 賈蓮的儒母是趙媽媽 那麼這個是在第2 已經是在241 好 我們來看一下241 好 那這邊是這樣子的 接下來是不是很快就要來 蓋造省清別墅了嘛 那在這個之前呢 那趙媽媽是有事來求這個王熙鳳幫忙 好 那你們來看這一段 在241頁的那個最後這一段的第二行 一時賈蓮的儒母趙媽媽走來 那賈蓮鳳姐盲讓吃久 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因為她從小的儒養之功 所以對她是像長輩一樣的必恭必敬 但她實質的身分其實就是儒卑 這樣知道嗎 所以很麻煩的同樣一個人她好幾種身分 那什麼時候該用哪一種倫理來對待 那就是考驗每個人當下的反應跟智慧 好 所以那麼而且你看 盲讓吃久 令其上抗去 有沒有注意到 用個令字事實上又是主旨的姿態 可是要她做哪裡 尊位 這就是作為你感恩念舊 你應該有的一個尊榮 那趙媽媽執意不肯 為什麼 因為她也知道她實質的身分是什麼 是奴妃 所以你看每個人都有各種考慮 那這個考慮當然就是說 什麼時候該表示比較謙卑比較什麼 那當然有時候會因實而異 那趙媽媽既然執意不肯 來貧兒等早於抗嚴下設下一物 有沒有 所以大家都知道事實上以她的身分 是不能夠到抗上去的 雖然人家用勤奮來尊榮你 但是你事實上是不應該鞠躬托大 懂你意思嗎 你還是要謹守一個分寸 所以嚇人們都知道 所以趕快在旁邊再設一個小物 而這個物剛剛我們已經看到 那個座位的倫理學知道說 它應該是在抗下面的 再兩個等級 對不對 好 結果設下一物 然後旁邊又有一個小腳踏 結果趙媽媽選擇哪一個 她選擇腳踏 所以是不是刻意把自己悲弱化 有沒有 那這是一個非常謙恭的姿態 好啦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一段情節其實就顯示出 趙媽媽她的個性是 不以儒養之恩 鞠躬托大 而還是能夠謹守奴仆分寸 所以才表現得這麼謙卑自義 那就這點來講 你們對照一下 《紅樓夢》中還有比她更有名的儒母 她真的滿討人厭的 就是賈寶玉的儒母 我是不是叫李奶娘 是就是鞠躬托大馬 我的血化成的奶 把你養得這麼大 我現在只不過是吃你幾塊酥肉 你跟我生什麼戲類似有沒有 然後就鬧得一塌糊塗 然後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來到這個宜弘院 還是反正就賈寶玉住的地方 看到桌上有剩好吃的 她連講都不講就拿回家 說給我家的孫子吃有沒有 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非常過分 愉悅分寸 這種人人品就不好 那這是第一點 所以寶玉後來不就生氣了嗎 她那一段話很重要 她說這些乳娘意思是說 我不過吃她幾天的奶而已 就把她灌得跟祖宗一樣大 有沒有 都撵得出去 類似這樣有沒有 那她說的話事實上也是事實 我只不過是送你一點恩 那結果他們在賈家這種眾人情的地方 就被灌得跟祖宗一樣大 有沒有 就為所欲為 所以寶玉也都忍不住了要生氣了 要貶低 那麼打回原形 你其實就是我們家請來的奴僕而已 好啦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說 這些個性原來在這些座位上面 就呈現出來了 這是第一點 不過我們在這邊做一下補充 趙媽媽雖然人品上是很謙虛 是好的 可是請注意 她並沒有放棄 那個歷史文化當中給儒母應有的 一些爭取家族利益的機會 她並沒有放棄 所以她現在為什麼來到那個王熙鳳房裡呢 你看 其實就是要推薦誰 推薦她的兒子 好 請各位翻到242頁 她說要 第一行就有提到 她說倒是有一件政經事 奶奶好在記在心裡 那麼騰顧我些吧 我們這爺就是指甲蓮 那麼只是嘴裡說的好 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 幸虧我從小而奶了你這麼大 那我也老了 有的是那兩個兒子 你就另眼照看他們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是要求主子們來照顧她的家族 所以這個儒母行為舉止 事實上是很謙虛 是有她很可敬的地方 但是她並沒有放棄 身為儒母可以為她的家族 爭取利益的這個機會 這樣懂嗎 所以這個都非常的有趣 我們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這個是趙媽媽 所以你們看這個座位她怎麼選 這都是透顯這個人的人品 跟她的人格特質 那至於這一個鴛鴦呢 就很有趣囉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這已經是到了 已經是到了第72回 好 這個因為第72回實在是很有趣 我們還是請各位看原文好了 在那個其實就是鴛鴦 她到王熙鳳這邊來要來望後一下王熙鳳 看她身體怎麼樣 然後剛好賈蓮也來了 那麼就有事要求她 什麼事呢 因為這個家撐不下去了 實在沒有辦法了 所以她想出一個法子 老實說實在是有點冒險 她是不是就是要拜託鴛鴦 偷賈母的東西出來去典當來議級 有沒有 因為這件事情只有鴛鴦辦得到 因為鴛鴦是不是賈母最信任的人 然後貼身伺候 所以賈母所有貴重的東西 是不是都由鴛鴦保管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鴛鴦這個人品又好 所以你托她辦這件事情 她會不會從中中保私囊 不會 她會不會拿住這個把柄來要邀你 也不會 她會不會洩漏機密 不會 她非常知道 賈蓮他們真的是 這個家已經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唯一能夠勉強應付的解決是到 所以他們認為鴛鴦不但有這個權利 而且有這個膽識 而且他有這個人品 所以要開口跟他求助 但是這畢竟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對不對 那不要忘記喔 賈蓮是爺兒們 我們來看這一段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他作為一個爺 但是對於鴛鴦竟然是如此之客氣 在一一二五夜 好啦 那麼就是賈蓮就要這個鴛鴦再坐一坐 他說好姐姐 再坐一坐 兄弟還有事相求 說著就罵小丫頭 怎麼不棄好茶來 快拿乾淨蓋碗來 把昨兒浸上的新茶棄一碗來 什麼叫浸上的新茶 上就是指皇帝 所以賈家用的東西就是跟皇室是同等級的 所以他們家喝的茶就跟皇帝喝的茶是一樣的 那所以你看要用這麼好的茶 上等的好茶來招待鴛鴦 那你們知道故意為什麼罵小丫頭知道嗎 我已經講故意了 其實要做給鴛鴦看知道嗎 表示我非常遵容你 所以我們下人招待不周我罵他們給你們看 這其實都在鋪墊一個態勢 就是盡量去尊榮這個鴛鴦 那就是因為有事相求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就在 就說著就跟鴛鴦說啦 那反正現在家裡真的好難啊 好吧 我們順便唸一下 以後講到元春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用仔細看了 他對鴛鴦說這兩日因為老太太的千秋 怎麼樣 千秋生日對不對 好 順便告訴你們 千秋也是在王府裡面 對這種王爺等級的人 他們的生日才可以用千秋 那萬獸是用在皇帝身上 所以紅樓夢裡面好多地方 其實反映的真的是那個等級的用語 好 下面我們以後看到 可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他說那為了這個給那個賈母過生日 所有的幾千兩銀子都死了 有沒有注意到 賈母過個生日就用掉幾千兩 所以娘娘呢過年過節只賞什麼 古董彩那個什麼彩段對不對 我問你 黃飛賞你的這些貴重東西 對你的用處在哪裡 只能擺在那裡裝飾對不對 你能拿去變賣嗎 不行啊 你不要你的頭啦 對不對 所以那個都是重看不重用 那你如果賞一些銀子 有沒有 剛剛說過了嘛 一百兩金子只不過就是值一千銀子 夠什麼用 你看過個生日就幾千兩 還不只這一些 好 那麼幾處的房租遞稅 你看這就是那個皇族的經濟來源 然後呢在九月才能夠得 那現在呢 親王不接啦 接不上的情況 你看又有一大堆的事情冒出來 因為人家要死 這是你算不到的對不對 所以明兒又要送南安福里的禮 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禮 還有幾家的紅白大禮 單單這幾天就要二千兩銀子用啊 才幾天耶 就冒出又三兩千銀子的花費 你說這個假家真的是怎麼撐下去呢 所以你真的不要以為 這種人家就是大富大貴 每天花錢如流水只顧享樂 你錯了 他背後有很大的危機跟風險 這是我們不在那個地方你看不到的 好啦 所以沒辦法啦 所以求人不如求幾歲就來請求他 那現在呢我們要往前看喔 他們已經切入正題 可是我們的假蓮在罵小丫頭 做這個樣子之前 還有一段就是跟我們座位有關的 那就是請看一一二四頁 那麼這個假蓮他呢找到這個房面來 他要找人嘛 那來到門前呼見鴛鴦坐在炕上 然後就殺住腳 然後笑說鴛鴦姐姐今兒跪腳踏見地 然後鴛鴦只坐著沒有動就笑著回話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原來鴛鴦來到王熙鳳這邊看望他 他是坐在哪裡 炕上坐到最中位 所以表示說王熙鳳是不是把他就當成是 賈母的分身嗎 了解嗎 這是應該的 好 這也是應該的 然後最好玩的是說 結果他見到賈蓮的時候 竟然動都不動 所以也不必行那個什麼主奴之禮 你就可想而知這個鴛鴦在賈家 真的是非比尋常的這個高貴 然後我們賈蓮的用語是不是也很好玩 他說你是什麼 貴腳踏見地 這樣的字典也就可想而知 所以我們特別選這兩個人物 就是乳母跟這個鴛鴦的一個特殊性 來告訴各位說 從這些座位的表現 也看得出來賈家真的是等級很多 而且又因為加上理智又加上人情 所以錯綜複雜 那有的時候你得透過這些細節 你才更能夠清楚的了解到說 他們的那個微妙性在哪裡 好 那個這個是鴛鴦跟這個乳母 然後我們再來看另外一段幾段情節 你們就會發現說 那那些座位所呈現出來的又不一樣了 那麼以這個第31回而言 這一段當然就是各位非常熟悉的 那個絲扇子座千金一笑 有沒有 好 然後鬧了一大堆之後呢 來 結果我們寶玉出去吃了酒 然後呢 後來就回來了 那因為那個是個夏天 所以怡紅院裡面呢 院子裡就設了那個樑榻 可以在那邊乘樑的 在487頁 結果呢 那我們的寶玉一回來 就發現他的樑榻 那個樑榻是只有他能睡的 結果就發現上面躺著個人 他還以為是席人 好 所以就去拉席人 然後呢 就說疼得好些了 因為他之前不是踹著他一腳嘛 然後呢 所以結果沒想到 一看 院竟然是秦文 那個人就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 結果呢 原來不是席人 是秦文 那寶玉將他一拉就拉在身旁坐下說 你看你的性子越發灌焦了 焦身灌養 早起不過就是疊了扇子 我不過說了那兩句 你就說上那些話 說我也罷了 什麼叫說我也罷了 然後呢 席人好意來勸 你又刮上他 反正這個人就是流氮四射啦 我不爽 所有人通通都倒楣 這個人是很會牽怒的 因為連知厭哉都這麼說 那麼秦文是一個很浮躁 而且很愛牽怒的人 素席是牽怒慣的人 所以反正你看這個人 完全就是以自己的喜怒哀樂為中心 然後所以寶玉就這個時候就勸他說 你自己想想該不該 老實說啦 事過境遷 秦文是不是也知道自己不應該 只是他這個人是死不認錯的知道嗎 這個人其實是非常倔強 非常高傲的人 所以你看秦文就也不道歉 也不什麼就這個轉移 話題說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 叫人看見像什麼 可是太奇怪了 明明是你做錯地方 所以他突然又加了一句說 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 事實上他確實不該做 那寶玉就說啦 那你既知道不配 為什麼睡著呢 這麼一來換坐一般人該怎麼回答 你只好承認說對啊 我愉悅理智啊 我一時糊塗啊 什麼之類 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秦文怎麼 就沒得說了嘛 可是這個人就是很會強詞奪理知道嗎 好 於是他就吃得又笑的說 你不來便使得 你來了便不配了 有沒有 這個話真的是強詞奪理 全部是歪理 好 那反正這個人就是死不認輸 死不認錯 等等的一個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請各位注意這是在怡紅院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座位上面 是不是有一點平等的跡象對不對 可是實質上還是有一個尊貝之分 只因為這個地方完全被寶玉所主管對不對 所以當他非常放任的時候 單單在這個房裡面 大家的平等就變成是可以的 可是事實上請注意 當秦文到別的房去 或者甚至到那個上房 上房指的就是王夫人 甲母所住的地方 你們認為他敢這樣嗎 絕對不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都是一些很特殊的現象 那我只是要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透過這個座位上的情況 你就發現你就可以看到說 秦文真的是教重誠信 因為連寶玉都說他性質越發灌交了 不過讓他越發灌交的功成 寶玉自己是脫不了關係對不對 他是最重要的一個助力 那還有加上他善於強詞奪理 他有這個人格特質 說實在的他所有的話 是不是都要說把人家罵死的那一種人 那這就是他的特殊性 然後不只這個秦文 我們還有看到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像是玉川 這個在35回 來請各位翻到第35回 就白玉川清長蓮葉羹的這一段情節 來請各位看537頁 寶玉挨勒打之後口渴想要喝蓮葉湯 然後這個是非常繁瑣的一道程序做出來的 那做好了之後就要送到怡紅院去 來各位請看一下 就在那個倒數第四行 那本來就是叫玉川送去 可是玉川這個人老實說啦 他的姐姐就是金川 你們知道金川不是跟寶玉打情罵俏嗎 後來就被王夫人撵出去嘛 那就羞愧自盡而死嘛 那玉川就是他妹妹 那他妹妹性格比較不一樣 可是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任何人真的你在那個環境底下 有的時候跟你的人格高下無關 多多少少人會好意勿勞 會佔一點小便宜 會運用一點點他的權勢 這變成是有的時候 是一個人格上的灰色地帶 玉川也是 所以你看喔 本來是要他端過去對不對 要走很長一條路 他覺得這實在太累 所以他就想出一個辦法 他另一個婆子來把湯丸等物 放在一個盆盒裡叫他端了跟著 有沒有注意到老媽媽 就被派一個那個拆使了對不對 就叫他們端 然後端到了他們兩個就空著手走 這樣不是比較輕鬆嗎 那一直到了於宜弘院門內 玉川方才接了過來 同嬰兒進去寶玉坊中 還是要做出一個 這是我端來的樣子 所以你們就知道說 哎呀人性有很多面啦 有的時候怎麼講 小惡就不必太去追究 那這個就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啦 重點是下面 跟他一起端湯去的是誰 嬰兒是誰的貼身丫頭 是寶釵 那寶釵一手調教出來的丫頭 你認為他懂不懂李叫李 當然非常事故 是非常了解怎麼樣是一個分寸的表現 好 請各位看這兩個人的 接下來的作為唷 那麼當然看到他們兩個人來 襲人十二月等等 他們就忙起來 就說你們兩個怎麼來得這麼碰巧 一起來啦 一面就把他那個湯接過來 請注意往下看 玉川變像一張屋子上坐下了 屋子是不是比椅子第一等的 好 那椅子應該就是襲人他們坐的了嘛 所以他就直接就坐到屋子上了 你們大概看到這一段沒有感覺 但是請繼續往下看你就會知道 那結果你看嬰兒呢跟他一起來的人呢 他不敢坐 他連坐都不敢 因為比屋子還低級的還有什麼 坐劇 是不是腳踏 結果嬰兒完全不敢坐 因為你坐一個丫鬟你到了人家的房裡 你是不是應該守住一個丫頭的分寸 人家沒有叫你坐你是不能坐 結果這就對比出 玉川這個人是不是也蠻高 也事實上是蠻任性的一個人 跟他的姐姐不大一樣 那就高傲這一點是不一樣的啦 結果呢 結果你看喔 襲人他們當然都看出來啦 這兩個人非常不一樣啊 所以襲人就忙端了個腳踏來 然後就是要給這個嬰兒坐的 那麼結果嬰兒還不敢坐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們這個玉川是不是也蠻拖大對不對 說實在也蠻嬌重的喔 我管你的 我一來我就坐了 然後也不理你什麼什麼禮教這個禮節 那當然啦 那寶玉見嬰兒來了是很歡喜 那見了玉川就想到他的姐姐 那寶玉自己是不是也很心懷愧疚 有沒有 所以他接下來就是一直在討好這個玉川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玉川在這裡 當然我們剛剛說過 他事實上性格也比較高 比較不屑去討好別人 那這個有好有壞 有些地方這樣是好的 有些地方這樣其實還是不對的 不過這裡面有一點 其實是他這樣子的做法 所要呈現的獨特性就在於 他事實上是某個意義來講 是表達對寶玉的不滿 為什麼 因為我的姐姐等於是被你害死的 好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這裡 有一股義憤 所以這個義憤就支撐著他 然後對寶玉就擺出這樣一個態勢 某個意義來講其實就是另類的譴責啦 了解嗎 所以這裡也不完全能夠來證明說 玉川是一個不懂禮教的人 不是 我覺得是他有他非常personal的那個原因 好啦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這段情節 他背後所會牽涉到的理由 就各有各的原法 那我們就要把他追蹤出來 好 然後我們再來往下看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 跟玉川一樣都是因為悲憤的關係 而違背了禮儀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特殊脈絡 那所呈現出來 那類似的情況呢 還有一個那個是我們的襲人 襲人不是就是薛寶釵的從相嗎 結果呢 這麼一個圓榮顧大局的人 竟然也有一次 完全是所謂的橘子大變神色非常 為什麼 然後呢這也在座位上面體現出來 請各位看第57回 因為我請你們看證文會比較準確 就是在887頁請各位看一下 那一段是惠子鵌情詞釋盲玉 是不是子鵌就瞎掰 黛玉要回蘇州 寶玉一聽合情合理 我不能往回了 我的靈魂要被切掉一半了 所以整個人就死了一半對不對 就陷入到婚會 結果呢李媽媽掐著她的人中 也不會反應了 叫她坐就坐 叫她走就走幹什麼 已經變成是一個呆子一樣的人 所以大家都已經疾瘋了 都已經非常的傷心 又非常的惶恐 非常的驚懼 所以當襲人知道說 這個是跟子鵌的一番對話 才發生的時候呢 他就來找罪魁禍首 所以請看一下那個第二段 好 那襲人聽了 就忙到消鄉館來見子鵌正服飾 待遇吃藥也顧不得什麼 做妖顧不得什麼 好 一切禮儀都不管了啦 因為他的心現在非常的恐懼 又非常的慌張 甚至非常的悲憤 因為寶玉都快死了 我還理這些幹什麼 所以就上來對問子鵌說 你才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 你喬她去 你回老太太去 我也不管了 說著就坐在椅子上 有沒有發現 她就坐在椅子上 好 事實上這是平常 邪人不會做的事情 因為第一個 你來到這個小姐的房內 首先禮儀上 是不是應該先問候小姐 對不對 而不是直接就去跟下面的妖頭說話 這個一路她事實上都在違背禮數啦 知道嗎 包括她的這個 坐在椅子上 所以你看喔 黛玉忽見襲人滿面的激怒 又有淚痕 注意 舉止大便 所以這個舉止大便 包括我們剛剛說過的這幾項行為 了解嗎 所以當然黛玉也慌啦 怎麼搞的啊 我們襲人從來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這麼嚴重 連她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丟掉的那些禮數 現在已經全部都已經不顧了 那事情已經非常嚴重 所以她也慌啦 就問怎麼啦等等 那後面事情就你們自己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座位跟玉川 剛剛提到的那段情節 其實都呈現出比較類似的背景 那這個就會跟其他的各種座位的一個呈現 就有所不同 然後當然我們還要趕快來看一下另外的例子 那這些例子你們回去再好好的 把那些情節感受一下 我覺得你越能夠感受 感受得越多 越廣 你就越能夠進入到紅樓夢的世界 我覺得那是一種很微妙 透過不斷的汝染 累積 然後所形成的一種直覺 我覺得這個直覺會比較精準的 進入到紅樓夢的世界裡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非常獨特的例子 是在第56回 就是我們探春剛剛擔任 李家治理大官員的這一個任務 是王夫人給他的機會 那麼你要知道賈家這個家庭 因為尊卑主奴然後立即恕代 彼此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 所以就會形成所謂的成語叫做 投鼠忌器 打狗要看主人 所以做很多事情就是處處關愛 然後處處有很多的那個忌諱 所以這麼一來 你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就很難 因為每個地方都會撤走 要顧慮到這個人的臉面 要考慮那個的立場 你裁了這個人的職位 你背後得罪一票人了解嗎 這個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探春他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他非要有非常的作為不可 那從哪邊開頭呢 我們古人早就已經整理出來了 杜甫的詩都有提到 他用了當時的俗語叫做 射人先射馬 勤賊先勤王 意思就是說你要改革 一定要從最有權力的人下手 這麼一來下面的人是不是就沒有話講 對不對 那所以在榮府裡面這個家族裡 李家的掌權的是誰 就是王熙鳳 對不對 所以他先談押王熙鳳 你所有的建議我全部駁回 你所有的以前的一些做法 我通通改革 那假如王熙鳳沒話說的話 是不是其他人也就沒話說了 所以他一開始的做法就是先鎮壓 所謂的樹立威信 做法子 這個是他們的那個 法是這個法 就是樹立一個劍把 然後以他為主 先下手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產生一個 大家就可以服從的一個效應 那這一段我們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這個做法非常有趣 我也是後來才發現到的 他怎麼做呢 當然王熙鳳不會親自來 所以都是由誰作為他的分身 來聽候或者是配合探春的這個改革 就是平兒 對不對 所以平兒等於就是王熙鳳的分身 相當於賈母身邊的鴛鴦 好 結果平兒來了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在860頁 他做了幾件事情非常有趣 當他正要開大型會議 然後做很多項的改革的時候 那人多嘛 那麼就有各種事物的運行要辦理 結果呢 那麼因為吃飯時間到了 所以就要去傳飯 傳飯就一大堆人要去端飯菜過來 結果請你們看一下 那個這一頁的倒數第七行 總之那麼丫鬟們聽說 就到外面命媳婦們說 寶姑娘現在是在廳上一起吃飯的 那麼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 注意喔 探春就把握這個機會 他一聽說就高聲說 你別混知識人 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 你們知識他要茶要飯的 連個高低都不知道 意思就是大財小用 知道嗎 這個是違背他們的階級的 所以他說平兒在這裡站著 你叫他去 可是你們注意 對啊 那這個做法更奇怪了對不對 如果那些媳婦們都不該降尊於貴去做 那些很低賤的什麼 這個要茶要飯的事情 那平兒更不該去做 對不對 因為平兒的位階比這些管家的大娘們更高 懂嗎 可是我們探春這麼做 你就可想而知 如果你不知道他們等級的話 你就會看不懂這裡的意思 這裡其實就是開始要做法子啦 了解嗎 我拿最有權力的人開刀 如果我連他都能夠壓得下去 你們其他人通通都沒有話說 懂嗎 那平兒很懂得配合 因為他也知道探春的苦心 所以他也配合他就去做了 這樣懂嗎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跟位子有關的事情 平兒辦完事回來之後 我先用講的好了 那平兒辦完事回來之後 這已經是要到57回了 來 總而言之 對不起 到56 那麼到56呢 平兒第一頁867 867頁 那平兒後來又去辦事跑腿啦 等他回來之後 來請看那個第二段 平兒進入廳中 那麼他姐妹三人 就是探春寶釵他們 那麼正議論一些家務 說的就是賴大家要請吃酒 等等的這些事情 不管 見他來的請注意 探春便命他在腳踏上坐了 就是說我想的事情別為別的 就是認為我們有很多支出重重疊疊 根本是疊床嫁屋也就是浪費 所以我要隔掉幾個開支 那就問他同不同意 那平兒當然都說同意 而且他說得很好聽 就是說我們二奶奶平常也想這麼做 只是怕委屈的姑娘們 所以不好這麼做 那姑娘今天這樣想這樣就太好了 有沒有他這樣非常會講話 那下面你們就自己看 這段情節也是我後來 很後來很後來才發現 因為我們都想當然而的就讀情節嘛 可是這些細節事實上 才真正反映出這個家族的根基 所以你們有注意到 我們探春是叫他坐哪裡 是叫他坐腳踏 那腳踏是不是作劇當中最低階的 對不對 好 比站著好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某個意義來講就是我在鎮壓你 鎮壓你其實連帶的 來 請看一下 從頭到尾 他一方面是故意派平兒去叫人把飯送來 這個是用跑腿婆子的那個低劍的工作 要來貶低他 這個就是要間接鎮壓鳳姐 然後加上給他坐這樣的一個位置 都是同樣的做法 目的都是要透過對有體面的人 開立做法子來梳立威信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絕對不討厭平兒知道嗎 可是沒有辦法 一家子那麼多的事情 我一定要從最關鍵的那個欺辱點來掌握 那平兒跟鳳姐你們就是首當其衝 所以請你們注意 接下來他是不是就是捐了寶玉的錢 有沒有 寶玉少爺們他們買紙筆的那筆經費 所以他專挑這種呢 家裡面最有權力的人來開刀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他不是討厭鳳姐平兒 更不是討厭寶玉 這絕對沒問題 可是你看他一開始在開始他的改革的時候 就是從這樣最有權威的人入手 這個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知道嗎 我不說他是政客 政客是很丟臉的 政治家是真的有格局 有眼光 知道主從輕重 然後知道要從什麼地方著手才是根本 那所以這個是探春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小姐 所以他一直被認為其實是一個女中的宰相 那這個是給各位做參考 那麼這個就是提醒你們注意 《紅樓夢》的座位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時時刻刻就在一個家庭裡面內部運作 所以怎麼做 然後那做什麼 這個事實上都可以呈現出他們的性格 地位 乃至於人跟人之間的某些關係 這個就是最後的一項 但是我們要補充一個非常好玩 那是《紅樓夢》裡面出現過好幾次 所以我就不整理哪幾回了 就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當賈母是坐在康上 姐妹們是不是坐在椅子上 然後等等等等 那結果或者是吃飯的時候 大家就按那個位子去坐 沒想到注意一下站著伺候他們吃飯的 例如說不讓這個碗筷 然後伺候這些老祖宗或小姐們吃飯的人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經常就是另外兩個人 我們現代人會以為說他也是主子 可是他竟然是站著伺候人家吃飯 那兩個人一個是王熙鳳 一個是尤氏 還有一個是李丸 尤氏是寧輔的啦 有尤氏在尤氏也會這樣做 那如果在寧輔你們主要就是 站著伺候的一個就是李丸 一個就是王熙鳳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站著地位是最低的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風俗 我們請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是清末 這已經是清末的人 已經他活到了民國時期 他整理了一整套書 就叫做清拜類超 裡面有很多珍貴的紀錄 那麼就在風俗篇裡面 他有特別提到那個奇俗 就是奇人的風俗跟我們漢人是不一樣的 現在不用分滿漢的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有很特別的一個族群的特色 他說奇俗是家庭之間禮節最繁重 真的 奇人是非常重禮節的 你千萬不要用你現在的這種自由的心態去看 而最有趣的是未至之小姑 什麼叫未至之小姑 還沒有結婚 還沒許嫁的那個小姑 她的尊貴是雅於姑 姑是什麼 姑就是婆婆 就是一家的那個女性的家長 所以你看喔 那麼婆婆下面最尊貴的就是小姑喔 所以呢 宴居會食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飯啦 聊天什麼的時候呢 是翁姑上座 可是小姑側座 那媳婦呢就要視力在旁 好 所以你看這個才太有趣了 所以他們要做各種伺候人的工作 你要奉金節什麼要非常的謹慎 如 僕 這個念什麼 玉 或者是 好啦 反正就是魚眼睛 好 老媽媽 好 如 樸 玉 菸 這個應該不是念玉啦 不過沒有你們知道就好 所以你看喔 小姑之在家庭 雖其父母兇嫂 亦皆尊之為姑奶奶 所以沒出嫁的小姐家裡面的人呢 即使連父母都會叫她姑奶奶喔 這是他們很奇怪的風俗喔 所以因此之故喔 所謂的姑奶奶 事實上就比較是有不規則的自由啦 就是不規則的自由 就是我不必遵照規矩的那種自由 所以小姑地位很高耶 這個很特別喔 另外呢 這是一個現代學者 是楊英傑先生 他在清淡滿族風俗史裡面就有描述 他說未知之小姑 其尊雅於菇 一樣嘛 他超清白類超 好 那我們不要管他 好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風俗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們會發現王熙鳳是不是非常照顧 那些山春有沒有 處處體貼就是反映這樣的風俗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最後一項 好 我們趕快一下 第43回呢 賈母帶領眾人商議臭分子來幫鳳姐慶生 結果呢 全家是不是都來了對不對 所有等級的人都到了喔 擠了一屋子的人喔 請注意 除了坐在抗椅上的組織階級之外 坐在抗上的當然是賈母囉 好 椅子的就是寶釵啊 林黛玥啊 這些小姐 地下滿滿佔了一地 那麼賈母盲命拿幾個小屋子來給誰坐 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媽媽坐了 什麼叫高年有體面 就是服侍過長輩的 這種年生歲久 某個意義來講也就受到晚輩的尊從 因為你照顧我的長輩很多年 所以我們一樣尊敬你 所以他們還特別有座位可以坐 就是用小屋子 小屋子是不是比椅子稍微低一級的 所以也還算不錯囉 好 所以下面有一段話 這完全出自《紅樓夢》的原文 他說甲府風俗 風俗就是沒有行諸文字 但是是大家都遵守的一套行為規範 年高服侍過父母的家人 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 好 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著 有沒有注意到尤氏也出現了 那麼賴大的母親 因為他們就是長輩的 那等三四個老媽媽 他們就告個罪 那也都坐在小屋子上了 所以你可可想而知 有的時候這種大家族很微妙 既有森嚴的禮數 可是又有人情的那一種調節 了解嗎 所以有的時候人情為重的時候 我雖然是主子 可是我對你這個奴仆就非常的尊敬 所以很特別的一個環境 那你不了解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用你今天的個人主義 每個人都平等愛怎麼樣 怎麼樣的心態去理解 那實在是謬以千里了啦 那那麼最後一句話 我好像很多最後 不好意思喔 這真的最後只剩一分鐘 好 就是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 好 我們下個禮拜 真的會進入到大觀園 請務必相信我 好 那請看這一段 這是經濟水先生說的 他說王府跟這個清代這種私家的園宅 宅園 只要他們是大型的多元的住宅 就是那種都是大家族的 那麼他們就常常附有花園 這個就是他們王府也常見了 所以甲府本來就有小花園 恐怕不小 但後來就變成了那個建造大觀園的基地 那花園都蓋在哪裡了 這個請注意 花園絕對不會在正前方 跟我們今天的那個觀念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正前方是不是要面對大門 對不對 大門那是非常嚴肅的所在 而花園是比較隱異的 休閒的 他絕不可能在正門那邊 所以他一般是建築在那個住宅的後面和側面 好 都是比較偏遠 不影響到正統的地方 那當然啦 他們中間會有那個牆門跟住宅相通 所以他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的院落 這樣懂嗎 那這個很有趣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講大觀園的時候 這些情況你都會發現 我們作者給了他非常有意思的改造 或者是挪用 那這個我們就等下禮拜做一個專題的說明 好 今天上到這邊 ⋯⋯